2024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首轮 这是自泰国赛以来 李子佳三战参赛三战与五家郎对阵 实在是非常的戏剧化 同时戏剧化的不仅仅是双方的对阵 赛场上的场外因素 也让这场比赛变得难度上升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五家郎也是看到他在奥运会之前 那个状态越来调的越好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李子佳抢点抢错之后创造进攻 李子佳第二局的进攻实在太猛了 得分的节奏非常快速直接 而五家郎则需要更多的精力去拿分 在第二局的速度也开始下降 在这样此消彼长的情况下 李子佳非常快速地拿到明显优势 但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 五家郎一波非常漂亮地控制 奥运积分结束了 但是奥运会的抽签不是跟着奥运积分算的 是跟着当时的失业排名算 这又是一个不到位球 中半场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悬念了 双方的比分差距实在太大了 虽然五家郎的得分手段比较多 但其在提高质量的同时 却很难保证稳定的在线 也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五家郎的球非常耐看 但却难以战胜更加稳健的李子佳 来看一下李子佳提出挑战 这个场地又说了吗 风比较大 真的适合军品的那个打法的球 5.5加朗的一波追分 实在漂亮 打得非常大胆 战术执行得非常到位 但举点前李子佳的压线球 打破了5加朗的得分节奏 最后李子佳在一个停顿勾队角中 成功完成对5加朗交手的五连击